人的生命就沒有Take 2 但原來一直被我們視為廢物的女貫和膠樽 隨時都有幾次翻身機會 不想? 現在深水埗就有個花圃版夜冷 幫你大開眼界 種花其實都可以好環保 你看看這些由廢置車胎改造的花盤 每個都色彩繽紛 就這樣組裝在一起就變成超巨型花盤 真是好有創意 這個庭園還動用太陽能設備 維持花圃的水泵運作 看完這麼多環保種植設備 和創意設計 不如看看特色美花吧 大家對向日葵應該都很熟悉 但你又知不知道它最特別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它會向著太陽轉動 原來向日葵花盆下的徑部 有植物生長數 一遇到太陽照射 就會生長和拉長 令到它會跟著太陽轉 大家看完這個這麼環保的花圃 是不是都想身體力行 實踐一下環保的任務呢? 現在所有地區的原譜 都可以在網上花展看到了 如果大家想環保一點 可以用手機在家裡看 不用每次都坐車出街 減少碳排放之餘 還可以足不出戶 都看到這麼漂亮的花 大家聽 大家聽 大家看見 大家看見